非得莫非得早餐 我是谭杨龙 明贵108年5月9号星期四 好星期四的时间 今天我再请这个 从台中上来的蔡奇华老师 来教大家的作文 那我不只是在教孩子 我知道我们的听众里面 尤其在七点钟的这个时段 很多的孩子们是跟着爸爸妈妈 你爸爸在前面开车 那你可能坐在后头 所以我只要碰到那个小听众 我就知道呢 是跟着爸爸妈妈一起上学的 那你也许听不完 你可能就要下车了 你可能就要进学校了 但没有关系 你可以事后呢 再请爸爸妈妈 或者自己从网路上面找来听完 因为蔡奇华老师的作文课 我非常强烈的推荐 那你要听 好当然书你可以自己找来看 因为呢 我手边的有三本书 那都是蔡奇华老师的书 那不管是写作吧 破解创作天才的心智图 写作吧你值得看见 或者学了要用才有用 这刚上个月蔡奇华老师讲的 就是这件事情 好那 从这个蔡奇华老师的这个作文课 因为蔡奇华老师除了是 2014年的师多奖的得主之外 最终要在教作文上面 让我相信的作文真的是可以教的 是可以学的 换句话像我这种 曾经受困于文字 受困于语言表达能力的人 因为我受困了非常久 我一直觉得 除了自己努力的去撞墙 不管那个墙多厚 我一定要撞破的那种的撒劲之外 我仍然不相信作文是可以教 因为我就只是用自己的蛮力 去不停的去跟那堵墙对抗 那大部分人可能看到那个墙就放弃了 那我会建议不要放弃 因为我觉得作文其实是可以调整 是可以学习的 语言表达能力也是一样 好那今天我们继续请这个蔡奇华老师 教大家的作文 我不是希望大家的作文 都能够像蔡奇华老师的这些学生一样 每个都能够拿到一些的作文比赛的大奖 尤其这些孩子 本来作文能力的普通不怎么样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之后 文笔 你不会是一天两天 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但是如果你持之以恒的半年一年左右 你的文字的水平驾驭的能力 以及看到题目之后掌控整篇文章的能力 大概都会有明显的进步 大人也是一样 好今天在我们现场的 那从台中上来的蔡奇华老师欢迎 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我要再强调蔡奇华老师是教英文 大家今天在教你国文的写作 博中英文的写作的道理是一样的 好今天从哪开始 我们讲写作讲108课纲 我们从故事讲 我知道听众听理论 一定非常非常的无聊 这个月会有公式 有个戏剧会上瘾 我们知道以前是 我们与二的距离 那这个月出来 你都有看哦 有啊有在看 好像那首剧还不错 非常非常好 我演员编剧都很强 那要接党的这个叫做生死业务员 我可能讲错了 就类似的 不知道生死什么缘 那他的女主角叫刘倩文 那他是个马来西亚人 那我写作吧 你值得被看见出来之后 那时候刘倩文他刚从马来西亚来台湾 那他在台东拍一部出戏 好像叫让爱飞扬 他有一堆女主角 四个女主角他是女二 女三 女四 那他很可惜一件事就是说 他因为长得不够高 他自己觉得我不够漂亮 所以他永永远远就是会 没办法赚大钱 所以他那时候 他看了我的书之后 他在那边拍戏 然后采访台风 他就会去台东的这个书局 去看书 那为什么提到他会扣到 我们108课刚好 他帮你写的序啊 对 没有 这是第二本 第二本 写作的序是他写的 就是说 我就思考一件事就是说 他今天变成第一女主角了 那我就思考一件事说 到底倩文是什么地方被看见 他那个时候 其实女儿女三 那里面的薪水是非常低的 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他每个月 连生活费房租 他都很辛苦 他那时候非常辛苦 他说老师 我现在我一个月 有时候存不到两千块 很辛苦 演艺圈能出头不能出头 差非常多 差非常多 然后他说 甚至他跟他同期出道的 都开始赚钱 我跟他说 他们赚什么钱 老师你知道吗 每天拍一些暴露的照片 就可以当网红的 那当你的整个圈粉成功之后 你只要做代言 然后你去代言的餐厅啊什么 你一个月四五十万台币跑不掉 那老师你觉得 我也去肉一肉肉好不好 我就说 我说你的 我说条件问题吗 我说条件问题 你好像不适合 这很残酷吧 好然后呢 其实是跟他开玩笑 最大事是说 我就跟他说 你身体里面住着创作的基因 那我以前在写广告的时候 我们最重要叫差异化 在全整个 我觉得说你可以像李辛杰张爱佳那些一样 我说这条路走的人少 那是你可以走一辈子的蓝海 我觉得你这块可以经营 我觉得他是我的学生里面 我认为最用功的一个 那最好笑的是 我今天早上又收到他传来三首诗 他现在他拍戏那么忙 我到底给他手机 这今天又传三封过来了 已经两三年了 可以念一下吗 我们下一段念 下一段广告再让你找手机 对对 他一天写一篇过来 他一开始写的诗跟散文 真的不能看 但他就是很谦虚 那就这样去改 改到他的诗到就进入创世纪 他创世纪已经发表四首诗了 那他今年又要出书了 所以我就发觉到 他被看见的是他的知性 是他的终身学习 所以我就看到他去大陆拍 他可能去拍网路的 网路的他可以拍个女衣 可是他永远没办法被大家认识 所以当我知道这个月 他即将变成一个公式的大戏 第一女主角的时候 我那我心里就老天有眼 老天有眼 我们终于 所以大家推介大家看这个戏 也看他到底多努力 刘倩文 对他每次看完电影 他多可怕 金马银 他每一年会从马来西亚 把他一点点除去 来台湾去看那个金马银展 然后每一出戏做笔记 他来台湾是很花钱的 他会看那个 看他的分镜 看走位 看他们怎么讲故事 他只有高中文凭而已 他甚至他考上北义大之后 他没办法去念 因为他要一直派系 但是我就跟他讲一件事 我就说当当你已经是个终身学习者 而且你都是 你已经是会去研究 整个说的这些很专业的东西的时候 其实你念不念也无所谓 那我觉得整个终身学习 他最重要一件事就是 你会发觉那些素养 你一辈子都需要 像有个学生他叫卢蒙元 他就拿到创业基金九十万 他就最好的例子 他说老师我最痛恨的就是写文字 但是当我发现 我写那个创业计划 必须有写写好跟写不好 差别九十万的时候 我就很努力去学 重点来了 现在大学联考的作文题目 就是考计划 例如说这几年的 这个去年大学联考的英文作文题目 就是请问 你们学校 你要替学校办活动 请从这三个里面选一个 一个是替老人服务啊 一个是办艺文活动 一个是跟社区办一些 例如说农展之类的活动 你要三个选一个 那你要说明为什么 那你要怎么去办 联考也考过 如果你要替学校办一个毕业典礼 你要怎么去办 也就是说 我以前讲过 麻省理工学院的作文课 只写三篇作文 那最后一篇就是写企划 因为企划它是一个统整的能力 跨科的能力 就像我带了社团一样 每个学生他就算要办一次演讲 他就要写一份企划 那个学生是离离离离 这个有个W是谁啊 什么时间什么地点 需不需要请假 要多少钱 这样的一个对学生成长非常有用的训练 这种企划能力 我们很多大学毕业生都没有办法 问题是我一个人指导六个社团 我刚才我的学生出去的企划能力都非常非常的好 那么总之这位学生到最后 他做的APP他是只有那个Android 可是他想糟糕 如果要请一个写iOS的 就是写苹果的 他必须花一百到两百万去请一个工程师 他想我又没有钱 他就自己自己学 他只是念缝甲的哦 可是到最后 他成一个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到一个创业者 到他自学到城市都会了 为什么 这就是从食物生活情境到终身学习的能力 他会了 那我还有一个学生他叫杨德恩 他16岁的时候呢 他从生活情境里面他观察到就是 学校的篮球队因为品性不好 常翘课说谎所以被解散了 所以他就从美国的教练的篮球的规范 他把它翻译变成品格篮球的规范 他拿这个规范 那我们两个一起去找学校的学务主任 让我们篮球回来就变品格篮球 那到最后他就想 那我这个品格篮球 我这么喜欢 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去做更多的延伸 甚至学习 所以到就他就大学之后 他就成立一个全世界的品格篮球 他就是全世界的CEO 那像前年跟去年 我们就请到世界街头篮球之王的The Professor 那像他最近刚放的影片 全世界有150万个点阅率 全台湾都看见台湾了 就看到一个大学生 把一个这么厉害的人请进来 甚至他现在自学好多好多 他必须学管理 他成立组织 甚至他要学取法律 怎么去签约 那像最近出了很多的篮球明星的书 像那个黑曼巴 很多 那个上面就会看到我这个学生的名字 你说你那学生叫什么名字 叫杨德恩 OK因为黑曼巴那本书 大概只有我介绍过 我上个月就介绍黑曼巴的那本图文书啊 对对对对 你上面看到他的名字他现在台湾每一本篮球书上面挂名推荐者都有一套 他只个大学生而已哦 他最近他就要第一个他已经他已经成立的偏乡篮球联盟了 他现在更可怕他的梦越做越大了 他说老师 我想要去当MBA的经纪人 他现在已经跟一个MBA等级的球星在谈了 OK OK 很可怕耶 他 所以说 超有梦想的 对啊 对啊 他只不过16岁的时候走到我前面说 老师校队倒了怎么办 对啊 他可以他可以从一个 很多人可能校校队倒了倒了就算了啊 对不对 倒了就算了嘛 倒了以后以后换个学校或者怎么样再重组就好了 对啊 那几年前还一个国中三年级的学生他参加我的文创营 文创营我的意思就是说 同学 从你们的生活 情境里面 你看不爽的东西 你要怎么解决 我们提案 然后 那个学生就跟一个女学生 他们在练国中三年级 他说 老师 我们觉得厨余太多了 说好啊 那厨余太多 怎么办啊 你们上网去找啊 所以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哦 发现问题是最重要的 再就是我们要怎么去 资讯 那资讯在什么地方 然后 现在学生都看网路 所以你要教媒体试读 那学生要知道什么是 不好的资讯 什么是比较有学术性的资讯 那再教他们归纳 发表 那到最后他说 老师这个全世界有食物银行 德国怎么做 荷兰怎么做 我说你去找 我们中部有没有 他们就找到一个 仁南基金会 那么到最后 那个女生去念台中女中男生 就留在我们学校 到最后 就开始说 老师我们想把我们学校的厨余 跟仁南基金会 我们中午急速能动 然后呢 大概四点的时候呢 我们要加一点点菜 那就可以给台中市火车站120个游民 他们就很多人 他们每天都只吃那么一餐而已 就发现问题很多 好重点来了 我们不是讲过了吗 108它最重要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所以其实这个素养 各位你看起来 你去研习的时候 你感觉都是正令宣导 你真的带过学生去做过这件事 你会发现哇天啊 这个写的太好太好了 就八个字写的段 系统思考解决能力 我每次跟学生讲一句话说 解决一件事情有一百种方法 所以我们就发现 老师好多问题 老师有什么问题 老师第一个 我们没有桶子 还不简单 我自己掏药包 我就买了十个铁桶 老师我们的初语 早就已经签约 卖给那些未租的厂商的 我说没关系啊 我去找我们重签啊 再来说老师还有个问题 卫生的问题谁要负责 法令我会被抓去关 我说没关系 这个法令的问题 我去找律师去谈 我们去做 总之还遇到很多老师 他不见得会赞成 总之 我讲一个内心的话 西方的中学老师 他如果没有学生找到指导社团的话 老师会觉得我很丢脸 但是台湾 很少老师愿意主动去指导社团 所以社团几乎都是外聘 那如果一个老师 你没有陪学生进入生活情境 做社会参与 然后跟他们一起去解决问题的时候 我们如何去落实这个素养 所以我现在沉重的做个呼吁 全国的老师 当我们是从知识爬出来之后 有没有可能我们回到应用上面去 我们跟学生一起学习 然后主动去 从你自己最喜欢的东西 去开多元选修 那去成立社团 最重要一件事 不是学生做中学而已 老师学得更快 21世纪它最重要的就是 老师你必须是一个终身学习者 你本身是个学习体 你怎么去带学生 总之到最后 我们就成立了圣食志工团 然后从40个人 80个人 然后办演讲 办课程 那做大数据去统计圣食 它的一个圣食量 去做预判 那到最后把推广给 现在全国四个学校 跟我们一起做了 总之一件事就是 从生活出发 那甚至学生可以从里面找到创业 这只一年吧 孩子只要这样子做过一次 对 只要做过一次 你只要给他一次机会 让他做过一次 第一个他会知道 我要成就一件事情 会有哪一些的面向 对 哪一些面向 每个面向都可能遭遇到困难 而遭到困难的时候 你要提出正向的解决办法 而不是退缩 刚刚你刚讲到的 比如说厨余的处理 OK 第一个有没有这么多的厨余 对 然后你要怎么装 你要怎么样送 然后卫生的问题 没错啊 他会牵涉到法律的问题 你虽然是好意 可是如果吃下去拉肚子 有传染病怎么办 那你不只被告死啊 就是说你接下去的这些的 这些的就是道德责任 都可能非常沉重 好那这些呢 如何在处理的过程当中 安全无余 然后又能够足量充分准时的送到 同时呢 又不会有这种法律的后遗症 让你的这些良法 图法不足以为证了 图散不足以为证 图法不能以自行 对 这些呢都必须要考量到 孩子只要操作过一次之后 他就知道 哦原来我要做好一件事情 不管是不是一个business 总而言之他有这么多的面向 那个孩子的成长 就会非常的可观 好今天来在礼拜四的时间 来到我们现场的 我特别请他从这个台中上来 那这是第十个月吧 蔡奇华老师教大家呢 做文课 除了做文课之外 我说的作文是一种统合实力 我不是光谈作文 而是你如果写好一篇作文 如果你没有很好的统合实力 你其实是不可能写的好的 对 进广告回头之后 继续跟蔡奇华老师聊 非得不忘 非得早餐 我是唐江龙 好今天星期四的时间 我请蔡奇华老师呢 教大家呢写作文 当然除了书以外 那我们的节目的内容 那你也可以在网路上面 你即使今天听的时候呢 意犹未尽 或者你就有一些重点的段落呢 你没有听到 没关系呢 你可以在网路上面呢 把这个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节目的这个档案呢 叫出来听 好那刚这个蔡奇华老师呢 在前一段呢提到他有一个 一个学生叫刘倩文 那刘倩文现在是在公事 即将要上档的新剧 叫做生死接线员 生死接线员的女医 那我记得在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录音一开 刚开始的时候 几个月前的时候呢 你有提到过 因为他帮你的书呢 写了序 讲到他学习写作的过程 他是一位马来西亚的乔生 那我不能说乔生 他不是来台湾念书 对不对 他是来台湾工作的 对对对 好那你要知道 在海外的这些华人 你说在马来西亚啦 印尼啦等等 甚至于香港啦 这些地方都有很多的华人朋友 他们的他们对于 华语的运用的能力啊 对 相对而言啊 我会看他们写的东西 除了跟我们有一些 潜质用字上面的 稍微的不同之外 我觉得运用的水平 总体来讲 还是没有台湾 或者大陆地地去好 对 好但是他们来到台湾之后 他们很苦学 那这些的苦学 让他们在自己的文字 或者语言的表达上面来讲的 经常呢也都有大方异彩的机会 所以你看到的不只是演员 不只是歌手 在文字的创作上面来讲的 也颇有可观之处 对 好那这位刘倩文 他说在今天呢 才刚记得几首诗给你 我等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一首他刚写的诗 这首诗叫 回家的路 他放了一把火 烧了他们曾一起走过的路 火势不断蔓延 他突然想起 女孩说过 你是我的路 通往我家里的路 男子泪如雨下 却扑灭不了大火 烧着自己的肉身 你会听到吗 宝贝 你的家门外失火了 你是不是还有别的路 可以回家 蛮简单的 蛮有意思的 对对对 隐喻啦 对对对 有很多的情感的隐喻在里头 就一个素人 他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学习 他今年会出书 大家可以买他的书 OK 所以有的时候 我认识一个演艺圈的朋友 很多如果纯粹从我们的 所认知的科版的学历的印象来讲 他们的学历 大部分都不怎么样 可是你为什么觉得 他们在演艺圈里面 他们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 拍的片多了 看的剧本多了 揣摩的角色多了 你都觉得那个人都不一样 那个不一样不只是一种表演 而现在跟他们谈就知道 他们的语言跟思考的深度出来了 对对 那是一种的锻炼 对 OK 所以你在学校里面 你的学经历如何 那个学历勋章 你挂在胸口 我常讲台大毕业怎么样 建中附中毕业怎么样 那个如果你不能够持续的在社会 社会大学当中深造 那其实三两年之后大概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对 好再来 唐拉哥你刚刚非常好 你接了一个梗 因为我们上次讲的自主行动跟沟通互动 刚好我们讲到就是社会参与 因为社会参与它三个素养 核心素养就是 第一个多元文化国际理解 再来是人际关系团队合作 再来是道德知识公民意识 各位这听了之后 你已经非常非常的无感 但是我们如果讲个实例就好了 什么叫国际理解 唐大哥刚刚讲一个就是说 你台大政大 那未来怎么样 那事实上 我们知道世界是平的 所以你念这个科系 在全世界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我举个例子 昨天澳门大学的教授 他就传给我个讯息 他说我们澳门大学 现在非常非常缺一个 可以教电影的老师 但是你知道我们澳门不大 所以呢 这个老师呢 他必须要懂得动画 编剧 那么一个会拍电影 一个会动画 会编剧 这样那个能力是 他不是完全是一样的 也就是 他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飞行人 我们以前就是 叫做木鸡人 或者叫拍行人 下面有两杠 我们这两杠还要再长出来 叫飞行人 所以他这个工作呢 起薪是五万人民币 那现在币值 小时乘以四点六是二十三万 起薪哦 二十三万台币哦 如果一个大学生 一个 那么我们发现 台湾有四个科系 基本上他是供过于求嘛 那基本上就是 这些科系 你毕业之后 因为同质性太高 所以你薪水很低啊 例如说 这四大科系就是大船嘛 餐饮嘛 生科啊 还有设计啊 那老板都知道 我只要看求职广告 就很多人来应征啊 所以他们不害怕给你低薪啊 可是重点是说 那我念这个科系 我未来我怎么可以 马斯洛的需求 我们都知道 我肚子饱了 我肚子饱了 我肚子可能就自我实现嘛 所以说 我就举个就是 例如说 有一个学生 他念的是台大国企 台大国企是非常非常好的学校 台湾前提志愿 在过去有很多第一志愿 他差不多台大毕业水 三万二起薪 其实住台北 根本就养活不了自己 那做了两年之后 薪水也大概就四万块 他说天啊 我两年了 那我还待在台北 我付房租我养儿育女 我这辈子的梦大概是没了 所以 你联考考得非常好 可是你忘记一件事就是 你出来之后 整个国际理解 你可以在什么样做 所以到时候没办法 他就是去日本了 那我们到日本 薪水比较高 可是税金跟住宿也高啦 可是日本只跟他讲一件事说 你怎么现在才出来 也就是 他的 internship 他的国际实习这块太慢了 所以非常重要一件事 每一个老师哦 你从国小一直到高中大学 你们要做一件事哦 每个老师都必须学习当个业师 你要常常去看像商周天下 甚至去问家长 去问朋友 请问你这个行业 现在的变动怎么样 这全世界是讯息万变的 那你们需要怎样的能力 甚至像有一个 石刚国小的老师 他就很棒 那个老师呢 他会让学生说 请问你去找报纸上面的工作 你想做什么工作 然后这个工作呢 他薪水是多高 那你再去看 如果你出社会之后 你要买个房子 你要养小孩要花多少钱 去算一算 那国小学生当然算一算 就发觉 老师我这样更养活不了自己 从这个方式去让学生知道 我要学哪些核心素养 当然学校不是职业训练所 可是这个大话谁都会讲 可是当我们学生出来养不活自己 你怎么办 但是我们又讲另外一个学生 另外一个学生他是念冯甲 念什么 他念会计 那我们这样讲的 如果你两个学生 一个是念台大国企 一个念冯甲会计 你觉得谁会比较有出路 考上大学那天 我们觉得冯甲那个败了 当然 但是那个冯甲会计的学生 在上个月刚刚拿到 宾州州立大学的教授 专任的哦 美国现在给专任的很难哦 那可能了 Donald Trump上来之后很难哦 他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一件事情 你一样念商啊 在整个世界的分工是不一样的 现在全世界最缺会计跟金融的博士 非常非常缺啊 所以他也没有钱去国外念博士哦 他是政大的土博士哦 只是他发表的论文是 复活整个全世界的一个 他论文基本上是 那真是太难了 所以怎么讲 学生要知道就是说 我们念文法商理工农 这些东西 他我们填志愿的时候 都以为出来差不多 不不不 你应该根据你的兴趣 那一步一步在世界的需求 找自己的能力 这个就是我们讲非常非常重要的 国际素养 还有就是社会参与职场素养 我进广告打岔 因为我在 当然我在星期三的时段 常常在谈一些跟财经啦 产业啊 科技啊 嗯 就业啊 等等有关的议题 那现在的年轻的时代和我们这个时代不同 我们这个时代其实我我甚至于是那个还没有考试就先填志愿的时代 嗯对 我们在念大学的时候还没有考试先填志愿 你先把志愿填 OK我就已经决定了 我除了法律政治 当然那个在当时已经有点叛逆了 要不然应该都把商学填在前面 我就完全跳过他商学 我我不要我就是法律这政治 好但现在的孩子他有各种的可能 所以他们现在都流行所谓的斜杠青年 对 就是每个人呢可能都有很多的专专长呢 很多的这个这个职业可以选择 看起来呢 琳琅满目 我我我那天我那天访问一个一个年轻人 那个年轻人倒是给我很大启发 他他说对 我在我的某一项专长 比如说 比如说呃这个呃餐饮 比如说餐饮呢 我我我可能只是台湾的百分之一而已 我要去跟他竞争的时候呢 我实在没有什么竞争力 可是我我对于摄影呢也懂一点 摄影会的人也很多 我可能也只是百分之一而已 那我可能对于呢运动运动呢 我我也我也不怎么样 我可能也也是百分之一 嗯可是你知道吗 当我每一项看起来都没有什么竞争力 都是百分之一的时候 但是我同时具备这三项的时候 我乘起来呢就刚好是百万分之一 对 没错 没错 我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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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群里面来讲 当有人需要一个 又懂又又懂体育 又懂餐饮美食 对 又懂摄影的 嗯 里面最好的就是我了 没错 因为我就是那百分之一 其他的你找不到了 对 你从这个角度去想说 我就想哦 OK 现在的年轻人 对他的想法 嗯 真的 所以让我们的 我不知道给年轻人听 我说父母亲们当当参考 你的孩子如果有一些专长 你不要看到好像呢都不怎么样 当然如果有某些方面很很很 很outstanding 那当然很棒 但是他只要有一两项呢 是不错的 再加上其他看起来普通的组合在一起之后 他就是未来的世界里面可能最有竞争力 而且非常unique的一个 我们希望看到自己的孩子 他能够在一个很unique的位置上面 找到他自己人生的价值 进广告回头继续跟蔡奇华老师聊 好 飞天不好飞铁早餐 我是谭家龙 今天星期四的时间 我们学作文 在我们现场的 已经十个月的时间 我都请他来呢 节目当中每个月呢 教大家呢写作文 也了解一下呢 作文本身 作文不是只是把一堆字堆在一起 然后教一篇呢 就是说呢 方方正正八股的文字 尽可能把字写漂亮 然后把一些所谓的佳言美句呢 印的套用在里头 如果这样的话呢 作文当然变得很无趣 你当然会觉得学习写作是一件痛苦 而且无趣的事情 当然不是 你看到精彩的文字 精彩的散文 精彩的剧本 精彩的诗 你都会发自内心的感动 甚至看到一些好文字呢 你除了觉得起鸡皮疙瘩 你会发抖 你会觉得呢 受到他的感召 你就知道文字的力量和其巨大 再来 我要讲就是 现在的联考的题目 都需要学生 去做一个社会参与 我们要有个看法 所以我觉得学校老师 有没有一个可能就是呢 我们带学生呢 去从自己的家庭出发 那回到学校 进入社区 那我们也发觉到 既然这些东西也都是 联考的作文题目 那108课纲 就是要从生活情境出发 是完全契合的 那我们这样的时间不多 我只讲一个 来扣今天的108课纲 跟作文的结合 学生呢 当他要写 例如说我们这个世代 那有没有可能 我们请每个老师 做一个叫 我们家的大江大海 要每个孩子呢 去访问他们的长辈 那最近有个学生呢 他访问他的祖父 他 这个祖父过世了 那我就说 两个 一个去 回想祖父 一个一个是 还没有过世 那一个就是 他的祖父以前是 计程车司机 那 他小时候呢 祖父来载他都很高兴 可是呢 等到他发觉 同学家里的车子 都是高级轿车 而他的 来载他的祖父是开计程车 他就很丢脸 所以呢 这个地方 作文最重要的两个 我们要从动词 跟名词去抓题目 第二个就是抓对比 所以 我就请问你 你跟你祖父说的说的话 讲给我听 结果他有一句话就是 阿公 你下次来 可不可以停远一点 我走远一点 再去上你的车 我就说 你这题目就要停远一点 那我们在从 停远一点 也就是我们写作 叫异象书写 用文字画图 那名词跟动词 会产生一个 爆炸性的异象 会联想 所以当我们讲 停远一点的时候 我们就会 车子停远一点 阿公现在停得很远 远到 我已经找不到 阿公 你在另外一个世界了 那最重要的是 他远到 我找不到他了 远到 他接受不到我的爱了 接受不到我的思念了 这个文章就很有意思 那再讲第二篇就是 他的阿公 已经九十几岁了 那是在大陆 被抓兵抓来台湾的 他抓来台湾之后呢 介绍一个太太 来这边想要娶妻嘛 结果发觉到 介绍人骗他 因为这个人他有 这个女生的精神病 他说我来台湾被骗婚 就他想 哇糟糕 他这个女的 如果我不要她 她也没辙了 所以他就 好 就照顾这个 照顾这个台湾 很多的老兵的故事里面 都会听到 对 就但是他阿嬷 照顾到他阿嬷 已经先过世了 那他阿公 也不想离开 他现在住的地方 他在独居 因为他当初 在这整个社区 有二十几个军队的同僚 住在那一边 他是死的 剩下他最后一个 说阿公你认识的全死光 你为什么要住在这个地方 他说 我坐在那个板凳 我还有感觉他们还在啊 我离开这边 我们这边所有的记忆 就全部消失了 所以他阿公是一个 走动的记忆啊 他不想丢弃以前的记忆 那阿公家地上都是以前 都是他那个衬衫 在下面当那个抹布 这样子 什么都不愿意丢啊 可是重点来的就是 是整个时代 阿公出去常常说 你老婆回去 你回到中国 你不是都是台湾人 我们实在想要把他丢弃 所以我们让孩子去 反问家里的人 商家 反问一个老店 反问过程里面 我们去从里面资讯 找动词跟名词 我就发觉 这个孩子的反问里面 他有几个字一直出现 就是他不愿意丢弃 一个有精神病史的台湾人 他不愿意丢弃 他的记忆 他不愿意丢弃他 穿烂掉的吊嘎 但是整个时代想要把他给丢弃 所以他的作文题目就是 你的作文题目叫做不丢 很好玩吧 很感人啊 很好玩吧 对啊 对啦 文字 作文不是只有文字的堆砌而已 作文我们刚刚提到 你要有故事 要有广泛的社会理解 最重要的就是说 你要用文字去画画 刚刚讲的 用文字把那画画出来 对 所以当你在看 你的文字如果让人家产生画面 或者觉得读完了之后 意犹未尽的眷有 对 那那个的文字呢 已经到了某种的境界了 对 大部分的作文 因为达不到这样的水平 对 你当然就会觉得很气馁 你就觉得作文好像 好像是一件很厌烦 很累赘的事情 好 希望借着蔡奇华老师的课程 能够让大家对于文字的感觉 能够有一些的改变 有所启发 下个月再麻烦蔡奇华老师 好 谢谢 谢谢唐大哥 我们进广告 广告回头新闻 谢谢